请问黄医师 我爸爸最近体重下降 口渴 尿频 医生诊断他应该是有糖尿病 除了吃药之外 正在减低糖量 和多吃平时不碰的蔬菜和麦片 十几年前他有中风过 然后开始吃西药 高胆固醇 高血压等的药 此外 右肩疼痛 还有多年咳嗽 因为多年咳嗽不断 所以戒了烟 请问他怎么了 情绪哪里有卡住吗 他可以做什么吗 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他 好 这个体重下降口渴尿频 这是很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 然后这边也提到十年前脑中风 他已经他的心血管 可能早就动脉周状硬化 然后高打胆固醇高血压 甚至右肩疼痛 这也有点疑似这个 有点累心肌梗塞的这个症状 但是不确定 简单的这个描述一下一个他的这个picture 我们医生讲这个图 一个他呈现的图 这你父亲他以前应该是这个应酬很多的人 就是说他的抽烟喝酒 然后高高动物脂肪高蛋白 好的这些然后体重呢变得很重 你看这个肥胖他是这个很多疾病的前前身 我们就要代谢症候群 所以你的父亲怎么呢 就是说您父亲呢 为了家里 为了让家人过得很好 他为了工作 很多的长年以来的喝酒硬酒 他身体里面有太多的毒素 没有办法排出来 我们自然一起讲四块 营养排毒回春心理疗法 今天要跟这个读者讲的 粉丝讲的就是第一个读书很多 第二个他可能缺少一些必须的营养 第三个他可能年纪大 他必须进行回春疗法 第四个他可能针对一些情绪的问题 需要去做调整 前三个呢 如果要讲下来太久了 我们今天就只针对情绪 他情绪哪里卡住呢 就是呢 简单的说 他为了 这样向这个社会证明 他是个有能力的人 他为了让家里人过好日子 一个男人在社会打拼三四十年 一直惊在那里 撑在那里 所以他卡住是什么呢 心事没有办法跟别人讲 压力没有办法跟别人讲 没有办法跟家人讲 他必须要靠抽烟喝酒 来去这个输压 所以你们可以做什么 你要多跟他聊天 让他能够放松 带他去散步 然后让他可以把他的情绪呢 抒发出来 他情绪抒发的时候 子女你要记住啊 听就好 不要加评论了 不要说 阿爸妈在想 你这样想一想 阿你哦 想想这 这个都没有用哦 你这样子会让他不表达而已 你要帮助他表达 然后呢 书读一朵做个灾药 带他一起练 书里面的这些啊 能无乱与说念 所以 你要让这个 为了家里奋斗 几十年的老爸呢 那个 驚的状况 能给松懈下来 缓和下来 这样对他的病情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为人子女哦 这个 男人的辛苦 这个 很多人是很难了解的 当然母亲也很辛苦 我们现在你 问的是你爸 所以针对你爸呢 你这样 都陪他散散步 那带他去做一些 抒压的活动 然后多听他讲 哦 他就没有必要去这个 靠以前的 抽烟喝酒 然后应酬来抒压